今天为你介绍的书是 晋武帝司马炎 司马炎是西晋王朝的建立者 他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 仅一个世纪的分裂局面 曹操曹丕没干成的事情 他做到了 他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 祖父司马懿 父亲司马昭没干成的事情 他也做到了 而且呢 司马炎统治后期 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 被后世称作泰康之治 这么出色的统一王朝的开国之军 按理说名气应该非常大 但与秦始皇汉高祖 隋文帝唐高祖相比 司马炎并不要眼 甚至呢 前后四代人里 司马炎的知名度 并不是最高的那个 他的祖父是老谋深算的司马懿 这是三国演义后半部分的主角之一 他的父亲是司马昭 我们都知道那句邂逅语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甚至啊 连他的傻儿子 晋慧帝司马中的历史形象 也很鲜明 说出了那句 何不食肉迷 成为昏君的代名词 今天这本 晋武帝司马炎 是日本著名的 魏晋政治史专家 京都学派代表人物 福元启朗的作品 作者写的并不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 而是以司马家族为核心 介绍了中国历史上 一个失败的政权样本 虽然失败 但意义重大 这个样本呢 就是司马炎建立的 西晋政权 说他失败 首先是因为这个王朝存在时间很短 只有大约五十年 而其中司马炎一个人就占了二十五年 更重要的是 西晋虽然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近一百年的分裂 但很快呢 又开启了一个更动荡的时代 长达两个半世纪 作者认为 魏晋国家体制 其实是东汉政治体制的延续 换句话说呢 西晋王朝重蹈了东汉王朝灭亡的覆证 从这一点来说 西晋政权是失败的 那这样短暂混乱失败的政权 为什么又说它意义重大呢 其实啊 西晋政权是古代中国探索国家组织新模式的一次重要事件 东汉由于私权化的泛滥而灭亡 国家政权被外企掌控 地方社会呢 被豪足霸持 所以啊 东汉之后各个政权都在努力重建公权化 其中 曹魏政权试图依靠法家式的威信力量 最终失败了 司马家族呢 选择了儒家式的舆论力量 建立了西晋 取得了成功 并实现了久违的统一 可惜的是 西晋统治者并没能持续推进公权化 加上外族入侵等原因 这个政权只维持了半个世纪 最后开启了更加漫长的分裂期 但他的经验和教训 被后来的各个政权借鉴 为什么最初司马家族能取得成功 又为什么西晋结束了分裂 反而导致中国进入更加漫长的动荡期呢 首先啊 我们看一下司马家族是怎么崛起的 为什么说西晋的出现具有必然性 请注意 这里说的是司马家族 而不是司马懿或司马严某个人 曹魏政权取代东汉政权 花了一代人 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 他意思呢 儿子曹丕就把汉县帝赶下台 自己当皇帝了 而西晋政权取代曹魏政权 司马家族花了三代人的时间 在司马懿之前 他的大哥司马朗就在给曹操办事 司马懿死后呢 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 继续服务曹魏政权 直到第三代的司马延 西晋政权才正式建立 而且了解三国历史 我们都知道 司马家族给曹家办事的时候 日子过得可真是提心吊打 三天两头被怀疑谋反 动不动呢就被收回职权 但国家遇上难事 还得把司马家的人给请回来 为什么曹家总是防着司马家 却又离不开司马家呢 这个我们还要从东汉时期说起 本书作者福元启郎 是京都学派的学者 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 在中国古代历史分歧方面有个观点 他认为 东汉中期以前的中国历史 是上古时期 东汉后半期到西晋 是第一过渡期 西晋到唐中叶是中世时代 我们今天讨论的 东汉后半期到西晋 正是中国由上古 向中世转变的关键转换期 司马家族是河内郡的旺族 这里的河内可不是越南的首都 它指的是今天的洛阳岛开封一代 司马家族一直就很阔气 远的不耍 我们只看东汉中后期 司马一的高祖父当过争稀将军 这是东汉时期的高级军官 他的曾祖父和祖父 都当过地方行政区的一把手 父亲当过首都行政区的一把手 司马懿兄弟八个 个个都是当时的名士 因为他们的名字中 都带着达这个字 所以当时人们就把他们兄弟八个 尊称为司马巴达 司马懿排行老二 按理说轮不到他出头 但大哥司马朗 在47岁的时候去世了 所以司马懿就接续成为了家族的领袖 加入曹魏团队 曹魏政权有什么特点呢 虽然曹操是老板 司马懿是员工 但曹操在身份上可比不了司马懿 曹操出身寒族 所谓寒族呢 是与氏族相对的 司马家世代为官 但曹操的祖父曹腾 却只是个宦官 东汉宦官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 会领养别人家的男孩 曹操的父亲曹松 就做了曹腾的养子 因为这个背景 曹操总被人看不起 我们知道曹操的文学素养很高 写著像龟虽兽短歌行这样的名片 这岂是反应了 曹操要想出人头地 只能取才华之长 补血统之短 这就导致曹魏政权 会呈现这么几个特点 首先曹操会注重吸收下层的力量 寒门中也不乏有才干的人 但这个社会呢 被士族把持 寒门出身的人备受排挤 无处施展才华 曹操就多次发布求贤令 把他们纳入会下 其次曹操的政治倾向更偏向于法家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 法家主张严刑俊法 以达到有序统治的目的 但汉代统治者独尊儒术 当然这个儒和孔子时代的儒学不一样 不过道德教化那套东西 被汉代统治者选择性的接受了 西汉建立后呢 汉文帝有个举措 废除肉刑 肉刑 是指人们在触犯刑罚后受到的处罚 这些处罚会对人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比如割鼻子 砍脚 弯膝盖等等 废除那些野蛮的肉刑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同时呢又导致新的问题 这就是刑罚系统不再平衡 为什么这么说呢 汉代以前的刑罚可以分为五个等级 最轻的是在身体上次字 其次呢是割鼻子 然后是弯掉膝盖或者砍掉双脚 再高一等是弓刑 最后是死刑 可以看到 惩罚在层层加码 但汉代取代肉刑的 却是剃头打板子之类的 而最高等级的死刑呢 仍然被保留 这样的话 刑罚系统就没有梯度了 所以呢 后来不断有人提出 应该适当恢复肉刑 可汉代讲儒学 讲伦理道德 恢复肉刑这种法家作派 就一直遭到打压 而到曹操这个时候 他出身不高贵 无法全盘依靠氏族 儒学那套呢 就用不上了 而且啊 在乱世之中 要想创一番事业 效率更高的 当然要属法家方案 于是啊 就有手下的人提出 应该加速推动恢复肉刑 赏罚分明 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 并且还能调动人们的 生产作战的积极性 但是这儿就有个问题 如果曹操不依靠氏族 那司马朗和司马懿兄弟俩 是怎么入伙的 其实不只是司马家族 曹操团队中的巡域 出自影川巡士 那个被写入中学课本 喜欢耍小聪明的杨修 出自鸿农杨士 这些名门望族 都加盟了曹操团队 这也很好理解 在那个时代 只依靠韩族是远远不够的 社会资源呢 都掌握在世家大族手里 不只是田产 还包括教育资源和上升通道 所谓人才 可不是空有一腔热血就行 而要有真才实干 你想一下 出身贫苦人家的孩子 没读过书 只会种地砍柴 那他怎么能帮曹操运筹帷呢 所以曹操必须同时 拉拢士族才行 但是士族就能看得起曹操吗 这其实也是迫不得已 这要说到一个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战役 官渡之战 交战双方是曹操以及势头正盛的袁绍 袁绍出自汝南元氏 你听出来了 他也是旺族 交战之前呢 袁绍已经占有今天的河北北京天津 以及辽宁西部 山西东部和山东北部 更重要的是 有大批的士族支持他 毕竟大家都是士族 都是东汉的既得利益者 那当然要团结在一起了 但在关渡之战中 曹操通过袭击袁绕梁所在地而取胜 一年之后呢 曹操又通过苍廷之战 彻底打败袁绍 这下 很多士族 为了在乱世中生存 就不得不转投曹操门下 曹操这时也正忙着用人 所以呢 接纳了很多士族入伙 那话又说回来 既然曹操同时获得 韩族和士族的支持 那为什么还会被司马家族篡权呢 还有 就算士族群体不服气 取代曹家的 为什么偏偏是司马家族呢 曹操政权被司马家族 取代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 曹操政权拿法家的思路治国 法家强调 法术士 法呢 就是变法修行 前面讲的 推动恢复肉刑的案例 就属于法的范畴 但是很多士族是既得利益者 他们并不追求 公平公正的社会法治 其次 士 是指君王的权威 目的是让所有人敬仰畏惧 所以呢 曹操皇帝建造了豪华的宫殿系统 以体现自身的尊贵 但这就引发了普通民众的不满 还有一个是术 这就是皇帝统治的权术 我们接下来重点谈一下 曹操出身寒族 他掌握大权之后 自然也要让自己的家族兴旺起来 曹操软硬兼施 让汉宪帝给自己的儿子们封官封爵 比如任命曹丕为五官中郎将 相当于丞相的副手 然后又封曹植为平原侯 十亿五千户 但是曹操篡汉称帝后呢 就立刻开始限制宗族权利 他让自己的兄弟们交出权利 离开都城洛阳回到封地 同时又派遣使者前往军事 硬是找出一些鸡毛蒜皮的罪过 剥夺了他们的爵位 就拿我们最熟悉的那位 写了七部式的曹植为例 曹操称帝的时候 曹植是林姿侯 第二年曹植就因为贪污被处罚 贬为安乡后 第三年又变成了眷城王 第四年是雍秋王 曹丕的儿子曹锐继位后呢 将曹植的封地先后改为 郡仪雍秋东阿陈县 曹植基本上 每两年就要被换一次封地 在频繁的迁徙途中心里较脆 宗室的其余成员呢 也一样 频繁的改换封地 别说发展自己的势力 就是过一段安稳的日子都求之不得 以前看到这段历史 我们会觉得曹丕太可恶了 连手足都要折磨 其实这样做是有前车之见的 周天子分封 最终天子地位被诸侯王取代 汉高祖刘邦分封了许多同姓诸侯王 后来爆发了七国之乱 也就是说分封制度创立之初 能拱卫王室 但很快就会威胁皇权统治 另外曹丕的储君地位 是经过激烈斗争后获得的 为了保证皇位的稳固 他就只能极力地限制宗室势力 只可惜 曹丕防住了宗族 却没有防住外族 司马懿父子篡权的时候 没有一个曹尉的宗室成员 能站出来力万狂澜 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射击江山 被踏人夺走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感叹道 可惜啊 自己定的法律 最终却残害了自己 其实 曹魏政权的失败根本原因 还是曹家根基不深 曹魏政权 有大量韩族参与进来分享权力 士族们当然不满意 仍然希望由我方队友掌权 最终 他们支持 有相同背景的司马懿 夺取了政权 曹魏时期世家大族那么多 为什么偏偏是司马家族 捡了这个大便宜呢 还有 西境政权的出现 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是司马家族符合准入制度 旺族出身被广大士族认为是自己人 其次呢 司马懿祖孙三代能力都很强 抵抗蜀汉 吴国 辽东一代的势力都得靠司马家的人 第三 是司马家族的人都选择隐忍 步步为营的策略持续了三代人 司马懿先发动政变 铲除了曹家宗室最强的力量曹爽 此后 曹伟宗室基本丧失了抵抗力 之后 他的儿子司马施 击败了竞争对手夏侯家族 司马家族从此全清全朝 但在这时 司马家族仍然没有轻举妄动 他们继续不断地在对外作战中建立工业 比如司马昭灭掉了蜀汉 一点点地积累社会声誉 并蚕食更多的权力 这样持续了几十年 论出身好 有名望 能治国会打仗 司马家族如果排第二 谁敢排第一 但我们知道 司马家族建立的西境政权 最后是失败的 那为什么作者认为它意义重大呢 西境政权最大的意义是 它在古代中国的国家组织模式方面 进行了一次探索 提到曹伟家族和司马家族的权力转移 我们常用到一个词 篡权 就像是司马家占了曹家的房子 把原来的主人给赶跑了 看起来 曹伟政权和西境政权没什么区别 毕竟曹伟旧臣基本上都 原封不动的留任了 只是当皇帝的换了一家人 不过 虽然房子没变 房子里的秩序却变了 也就是说 两个政权的组织逻辑是不一样的 司马家族是旺族 自然代表士族的利益 所以 司马家族的统治策略 就不是曹伟的法家那套 而是士族更喜欢的儒家那套 比如 司马家族格外看重舆论 舆论在任何时期都很重要 但在曹伟时期 尤为关键 这还是要从东汉后期说起 当时宦官专权 士族们私下里 以儒家道德理念为标准 平易朝政 形成一个个不依赖国家的舆论集团 希望引发社会关注和皇帝的重视 后人称之为清义 后来宦官给这群嚼舌根的人 扣了一个政治高帽子 叫党人 也就是结党营私的人 同时还禁止他们入朝为官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党固事件 但轻易活动并没有因打压而消失 一些士大夫甚至主动提出要与党人联座 一同接受禁锢 这导致 从东汉开始 尤其是在魏晋时期 舆论成为一股颇具杀伤力的政治力量 司马家族能够建立政权 其实就是顺应了这股舆论的势头 由于长期动乱 人们特别渴求社会稳定政权统一 所以无论是司马懿抗击诸葛亮北伐 还是司马师应付东吴的诸葛克的侵犯 以及后来司马昭灭掉蜀汉 人们正式看到司马家族 老老小小都在哼哧哼哧的 为推进政权统一而卖命 所以都给他们点赞下好评 司马炎建立西境后 也在第一时间把灭东吴作为首要任务 他选用有名望的人担任将领 同时每年11月都要进行大规模的阅兵 最终在280年完成了统一大业 除了迎合追求统一的社会舆论 西境政权还在方方面面采纳 士族群体提出的意见 曹魏政权倾向于恢复肉行 而士族群体声称 恢复肉行会造成为政残酷的印象 西境政权为了避免社会舆论 对政权评价过低 所以也附和恢复肉行为时尚早 另外司马炎还努力恢复汉代的社会传统 比如孝道和节俭 儒家认为父母去世后 子女应该穿粗麻布制成的丧服 晋武帝的父母过世后 他服孝三年 同时配合撤俭膳膳食等仪式 以体现孝子因极度怀念父母而插饭不思 同时司马炎还当众焚烧奢侈品 向天下示范节俭之道 除此以外 司马炎还注重招府流民 兴修水利劝克农丧 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另外他宣布解除 对汉朝宗室曹魏宗室的禁锢 废除曹魏时期将士出征 要留下人质的做法 经过这么一番历经图治 司马炎的最后十年 被人称为太康之治 能够称得上治氏 说明西晋的开局很不错 那既然这样 为什么没过几十年 西晋就崩溃了呢 而且司马炎本人也在后世毁欲参半 不论司马炎如何革新 如何与曹魏政权保持不同 西晋毕竟是从曹魏母体中 诞生出来的政权 曹魏旧臣基本上被原封不动的留任 甚至打着善让的幌子 达到篡权的目的 不也是学习曹魏吗 所以司马炎一直都在担心一个问题 将来会不会有其他的家族 篡夺司马家的权 曹魏为什么会灭亡 可能是因为使用法家那套 引发民众不满 也可能是因为坚持任用韩族 引发士族不满 但最核心的是 曹家宗族眼看着自家皇位被司马家抢走 竟然没有一位能抗示的人可以站出来 所以司马炎必须要避免重蹈曹魏的负责 于是他把自己的宗族成员全都封了爵位 同时赋予他们足够的实权 甚至是养兵带兵的劝力 曹庭地方以及军中的所有要职 都有宗师把持 你可能会疑问 司马家族是底蕴深厚的旺族 司马炎读的史书应该不少吧 他怎么能不知道 东周群雄并起 以及西汉七国之乱的事情呢 那不都是因为同姓诸侯 过几代以后血缘疏远了 于是自立为王 引发国家分裂动乱 其实司马炎也是不得已 这是那个时代的游戏规则决定的 西晋之所以重用宗室 与政权结构有关 西晋是由皇族司马家族为首的 门伐贵族联合统治 司马家族作为这个政权的 头号既得利益集团 相当于西晋政权的第一家族 统治着国家的同时 也在给其他家族做示范 他就像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必须得充分的展示 头号股东的影响力 这样才能维持系统的 有序和稳定 你有没有发现 司马家族努力实现统一 并且广泛关注舆论 看起来是在追求国家重建 这个公权化的目标 但建立政权后反而把天下变成了私有的 这不能怪西晋统治者老谋深算 这是东汉以来整个时代的问题 前面说过 东汉后期到西晋 是中国历史从第一阶段的秦汉 到第二阶段的隋唐之间的过渡期 在东汉后期 原本以长幼秩序为核心的基层社会 发生了变化 豪族平民秩序成为新的社会法则 再加上饥荒等天灾 战争等人祸 平民进一步沦为流民 四处漂泊求生 在被孤独的状态下 为了获得自身的安慰 他们只能依靠宗教 作者认为 这正是古代中国的宗教时代 无论是本土的道教 还是西方传来的佛教 都变得非常是欢迎 战争当中 人们或是依靠宗教的力量 选择默默忍受 或是人生得意虚敬欢 势裸裸的私欲 露骨的展现出来 也就是说 利己主义和私权化 在这时变得泛滥起来 这种风潮 不仅在社会底层流行 也影响了上层 因为战乱和饥荒 并不因为高贵和卑贱 而有所区别 结果就是上层的 豪奢之风兴起 司马炎建立西境后 一度历经图治提倡节俭 但灭掉吴国后 政治的安定与统一 让西境统治集团 迅速陷入纵情享乐当中 靖武帝自己就率先做了 荒淫奢纵的表率 我们常说皇帝后宫家里三千人 这其实有点夸张 能够达到这个数目的皇帝没多少 但靖武帝不仅嫔妃众多 而且远远的超过了三千人 灭掉东吴后 司马炎不仅接管了东吴的国土 还接管了吴国统治者的后宫 靖武帝的后宫人数飙升至上万人 那这么多人可怎么挑呢 靖武帝想了个办法 他乘着阳拉的车在后宫溜达 车停在谁的门口 他就灵性谁 后非为了能够争取到被灵性的机会 都准备好树叶和青草 希望阳车经过的时候会停下来 这个不只是皇帝个人的作风 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这种风气 最有名的要处王石豆腐 靖武帝有个舅舅叫王凯 而当时的首富叫石虫 故事就发生在这两个人之间 王凯为了炫富 让人拿着昂贵的糖去洗锅 石虫就把蜡烛当作柴火烧作为回应 古代富人出行 要撑起行墓 避免被民众看到 王凯就拿着紫色绸缎作为行墓 长达四十里 石虫更上一层楼 用紧布作为行墓 长达五十里 后来靖武帝知道这两个人在豆腐 他不仅没有劝阻 反而多次出手帮助自己的舅舅王凯 例如 一次他把宫中收藏的一株 高两尺多的珊瑚树赐给了王凯 王凯就在石虫面前嘚瑟 石虫却用铁如意把珊瑚树给打碎了 王凯认为 石虫这是在嫉妒自己的珍宝 正要破口大骂的时候 石虫命仆人 拿出自己家中的珊瑚树 高达三四尺的 竟然有六七株之多 王凯在豆腐中落败 回头想一想 他们豆腐的钱是从哪来的呢 贵族们豪奢的生活靠什么维持呢 那必然是从下层敛局 但在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 上层并不会太多关注底层的生活 所以 我们就不难理解司马炎的傻儿子 司马忠说的那句名言了 一次有人向司马忠报告 天下正在发生饥荒 百姓没有粮食可以吃都饿死了 司马忠就反问 为什么他们不去吃肉粥呢 这其实反映了 士族和普通百姓是生活在相对隔绝的世界中 底层人民遭受的苦难 他们根本感受不到 西进的说持腐化之风 还只是一个慢性病 直接让西进崩溃的 是国家权力私有化带来的另一个问题 西进坚持用儒家的思路利口 儒家在继承人问题上 有一个基本的要求是 利涨不利贤 这样做呢 能避免兄弟们因为争夺继承权而引发内斗 司马炎在世的儿子中 司马忠年龄最长 但是他的智力有问题 很多大臣就提出 希望司马炎能把皇位传给他的弟弟 比较贤能的司马忧 但杨皇后和一些宠臣呢 就极力劝告司马炎 务必要让司马忠当皇帝 理由是 利涨不利贤的传统不能破 杨皇后这么做 本质上呢 还是出于一己之私 傻儿子当了皇帝 他就能进一步奋向权力了 司马炎死后 司马忠当上了皇帝 杨太后的父亲杨俊呢 承担其辅政的事 但是另一个人不乐意了 这就是司马忠的皇后贾南风 贾南风就跟一位司马家的宗室成员合谋 发动政变 杀死了杨俊等人 这个举动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 司马家族宗室成员陆陆续续都掺和进来 互相厮杀 甚至啊 有的人为了取胜 胳膊手伸到外面 联合起了匈奴人 要知道 从汉代开始 北方游牧民族 就是中原政权的心头大患 草卫时期的策略 是把各个游牧部落分隔开 同时把各个部落的首领软禁起来 现在可好 西定宗是一方面忙着内耗 同时呢 还给潜在的敌人解除封印 厮杀持续了十多年 北方社会再次陷入动荡 游牧民族也借机纷纷自立 比如南匈奴和低族 在今天的四川一带 建立了汉国和成国两个政权 很快 北方的胡人也各自建立了政权 司马家族好不容易得来的统一局面 不到半个世纪就土崩瓦解了 你看 从东汉后期到西进这一百年 虽然人们在努力重建秩序 但面对私权化的泛滥 无论是曹魏的法家那套 还是西进的儒家那套 其实都没有真正达成 西进最终 还是没能走出东汉末年的阴影 而历史对这个课题的回应是 继续进行反复事件 西进灭亡后 中国历史进入五湖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 接下来这两百多年 就像是一个大的誓言场 几十个政权先后出现 其实都是在测试迭代不同的历史可能性 那最终哪个模式会脱颖而出呢 推荐你关注随唐世界帝国的形成 好 你来试试运 我看你来试试运 我看你来试试运 是一个人的 是一个人的阴影 因为你来试试运